它现在是有1299,65元的 另外一个就是94151.4 如果65元买应该都好一段时间 还要你说随正买 因为你近期其实最低三月份都是69 所以变相我觉得你也持有这么久 其实就继续保持住 因为一来你有息就能够代 二来又账面上都赚10多元 其实那个弹性很大的 当然你要吃股不反对 但是你说问题就是你吃完股之后 你套回来的钱有没有更加好的选择呢 刚才问到是不是可以选增长股 但是我第一个问题都问 什么叫增长股呢 如果你有传统的新经济股 其实现在都不是很增长的 所以刚才提到虽然可以慢慢去吸 慢慢去分转买 长线是OK的 但是真的会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你可以保持住 除非你说很明显见到友邦那个走势 或者动力是很明显转弱了 跌穿了很多重要关口 连到你可能非责任不可要先走 那就另计了 但我想现在未去到这个位置 甚至如你见到今天其实走势还是OK的 开始想凸回头上来 一百天线 二来就上个星期的高位 都是大约80元左右 如果你说真的 其他人找80元凸回头上来 其实近期走过 一个小小类似头肩底 其实整个range是 Around 71到80元 其实都有多成大概 可能8至9元向上望 有机会如果真的这样站得稳 望回89至90元 其实是近1、2月的高位 所以你可以拿着线 不需要那么心急去换 但是如果你说它向下 升不了反而向下 譬如跌穿76这些位置 我觉得你才考虑去 只赚套映尼墙 会好些 然后才看有没有机会 买回其他类别的股份 如果有其他所谓的 可能前景好些 不要说买电视掌股 我觉得刚才说的 譬如有些车股 这些绝对是可以趁回去考虑的 始终你受惠到国策 我想现在选择 其实国策相关的 都是可以去留意 其实可能这样做会好些 不要说现在一下子 就觉得是不是要换马 那样东西 因为你坐得这么漂亮 最怕你换了之后 反而那只你选得不好 未必会会大输的 因为始终下了这么多 但是始终都不同 你现在赚钱的心态 会乱了 所以我想宁愿就 继续保持 穿一些支持位置 才只赚会好些 雀病人 继续保持 沙漫 meow 脚 比较 虜 看